我們一直以來一直在告訴大家說 當台灣的媒體跟美國的媒體 跟全世界的媒體都在指責香港的警察 暴力不尊重人權 我們一直在問 你舉個例子告訴我 香港的警察哪一件事是做錯的 哪一件事情沒有人權 香港的政府又哪裡錯了 習近平又錯在哪裡 很多人在比較美國的暴亂跟香港的暴亂 美國的暴亂有它社會底層的原因 香港的暴亂也必須要講 有社會底層的原因 絕對有 因為香港的貧富差距 香港的房地產非常貴 香港的年輕人沒有收入或怎麼樣 那都是事實 有很多人對於財富分配上面不滿 那都是事實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它抗爭的那個點 那個點是錯的 可是為什麼一個明明 比如說修立 讓司法更公平這件事情 為什麼可以激起200萬人 或者50萬人或100萬人上街頭 它必然有它社會上的一個根 你沒有那個根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這個根之外 它真的有人發錢啊 很多人上街是有工資的啊 這又不是我們講的 太多人都知道 太多人都拍到他們在發工資啦 但是你找不到工作 你去抗爭一天你就有工作 而且你做你丟一顆汽油彈 你丟個什麼東西 你那個錢是double啊 你如果殺了一個警察 讓警察流血 你可以領到更多錢啊 勇武牌很多是這樣子的啊 然後呢 所以這個是有發錢 第二它背後是有CIA的 這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啊 那這一次在美國的暴亂 它背後有CIA嗎 所以美國用自己的CIA去搞香港 那不是事實嗎 再看這個美國的長期的 這個不定期的發作的 這是1992年的洛杉磯的暴動 我親眼目睹的 那當時呢 不但是國民兵進去了 後來呢 軍隊都開進來了 才平亂喔 那個時候也是 在美國只要是暴亂 都是殺燒擄裂 都是這樣子 所以 郭大哥 你在美國也生活過你知道啊 我的女兒女婿本來在上海 開這個運動器材店 後來公司把他們調到舊金山去 前天他們的店就被這批 報名也好 抗議者好 就打破窗戶進去 大肆搶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想 我的女婿在那邊一定認為 說政府應該嚴厲的 對付這些暴民 這些暴亂者 但是 美國的問題 是一個整個的暴力社會 跟他的種族問題 還有很多問題的這個產生 所以 你們看到這個警察 這個警察當然是太過分 太過分了 但是平常 這個美國的警察 都是用暴力去對付 他們這些 要對付的人 因為他們 對付的這些人 他們本身也有暴力 也很暴力 所以 毒品跟槍支在美國是 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你知道嗎 而且有了毒品的人 他再弱 他也非常的 可以凶狠 他不怕死的 對 而且你跟他講到也沒有用 因為他已經吸毒 已經嗨了 對 所以這是美國 基本的一個問題 這件事情只是 這個警察太過分的 作為激起這個事情 其他警察 比如說你這個不停車 接受警察 接受檢查 他可以去開槍 打死的人很多 他只要懷疑你 去拿駕照的動作 是要掏槍 他就可以把你打死了 這次只是因為剛好 因為有人用手機拍下那個畫面 為什麼這些警察 他們沒有覺得很嚴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這個警察 類似的事情 在每天 美國每天都在發生 只是這個被拍下來 我說的對不對 對 而且他們有很好的 一個最大的大外宣的文化 就叫做好萊塢 對 專門在宣傳 他們這種警察的暴力 對 你們看過什麼 Bruce Willis的 對 Mission Impossible 還有那個什麼 我們小時候 NYPD 我們在 你們還年輕 我們老的都知道 那個Dirty Harry Try your luck 跟Pump You know 就棒 把人家打死了 這個從西部警察開始就是了 那個西部警察多厲害啊 爬牆 然後兌換百徒 我就 我比歹徒還要狠 就是這樣 還一直吹 他那個Magnon 44 是最 最等於北個砲海大 棒棒 我們大家看不曉得 看得 哎呦好 這個真了不起 美國真是這個天堂啊 可是郭大哥為什麼 任何事情 同樣的行為 就是 只要是中國人做 大家就 哦你不行你不行 同樣的行為 如果是美國人做 而且是加十倍做 大家就覺得 哇好棒棒啊 為什麼呢 對這正是我要講的 就是 我們這邊因為仇恨中國 因為不想當中國人 因此就把美國的一切東西 都給美化了 神化了吧 他想依附給美國 就神化了 最簡單一個道理 我們台灣最強調的一點 就是反對警察暴力 嗯 其實那是假的 就是228 所以一個警察 打死了一個 那個流氓 國家暴力 國家暴力 反對國家暴力 那個警察沒有錯 因為那個流氓 為了記事菸 流氓去保護那個事菸 去打這個警察 這個警察 回聲給了黑槍 不幸打死了 你如果按照美國警察的標準 當時的國民政府的警察 沒錯啊 但你如果用 用大家評論中國人的標準 這個警察就錯了 對 所以我們很多人會辯護 那個我們對於太陽花 對於很多事情 不去這個鎮壓的時候 我們就請 你看 如果這個事情在美國 早就開槍了 早就怎麼樣了 對不對 比如說怎麼會 美國會讓你一批 這個什麼學生 或一批人 佔領他的這個國會 一站佔一個多月嗎 不會啊 現在沒有啊 現在打砸商店 美國就受不了了 對啊 國民兵就出來了 所以我甚至講 美麗島本來就是去攻擊警察的事情 結果美麗島變成現在台灣的 這個最偉大的事情 還有高雄還有美麗島站 還有美麗島 這個一大堆的紀念物 228就是一個攻擊政府的事情 結果變成 現在被紀念最多的事情 這不要亂點 還有一點最近的太多了 他們民進黨的這些台獨 說當獨裁是事實 革命就是義務 對不對 我們是違法 但是我們有正當性 那同樣情形 他對於美國 美國這樣的 沒有再比川普更獨裁的 美國現在就是這樣 結果呢 他們有沒有去反對呢 沒有 因為大陸其實就像講的 大陸對於這個香港 對於很多問題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的軟 非常的 就是 所以他才講要和平統一 他還沒有用到任何武力 結果呢 這邊就一天到晚罵得要死 哎呀你要怎麼怎麼 現在 等一下川普他們就是講什麼 要破壞一國兩制了 這些東西 所以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比如說我們舉這個 鬧得最厲害的 洪仲秋暗 洪仲秋暗子跟這個事情 完全不一樣 這個人是躺在地下 被壓在地上了 已經很危險 他繼續壓 壓到他後來一條 那可能是尿都流下來 洪仲秋暗是 是軍隊他犯了錯 被他關禁閉 結果呢 他在那個運動的時候 太陽太大了 他因為他身體比較胖 或者自然的 因為中暑而死亡 這跟軍隊沒有關係 結果鬧成那麼大 那麼大 最後把軍隊 都幾乎快取消了 然後那個誰 蔡英文還搞了一個 國防部 那個部 就去侮辱軍隊 結果 這種人還當總統啦